小朋友,那我们材料准备好了后 我们要开始我们的手工咯 首先,我们在我们的两个指辈的底部 进一个小小的洞 我们两个指辈就剪了一个小小的洞后呢 我们用绳子 回纹针 用绳子穿过回纹针 打个解 绳子 绑住咯 那么另外一方呢 我们用另外一枚回纹针 同样的 穿过去,把它打个解 那现在,你们的绳子 两头都是回纹针 嵌住的 这回纹针 就在这个 纸背的底部穿过去 同样的另外一方 也把这个回纹针 也把这个回纹针 穿过纸背的底部 嗯,那我们做成了这个听筒 好 再来就是把这个金纹 纸条 贴在听筒这一方 我们把纸条 插上 把纸条 叹叹,我们手工完成咯 好 那我们试下来 等一遍今天的经文 要留意遵守耶和华 你们神所丰富的诫命 法度 律法 耶和华眼中看为正 看为善的 你们都要遵行 使你们可以享福 神明记六章十七到十八节 小朋友记住咯 再见